我曾經有一回是在中央台說起來十幾二十年前做過一次辯論 辯論的時候 對方是北大的考古系的 他就說所有收藏家都是趨立的 他最後就逼急了說出這麼一句話 然後大部分人會否定這句話 因為在辯論當中你趨立按理說人家認為你這個人品不好才去趨立 我當時就接了這句話 我說趨立本質上沒有什麼壞 那每個人都應該是趨立讓你的利益最大化 但前置我一開始就說了 兩個道德和法律這個你不能去違反 尤其是法律 道德違反了以後你會受到道德的制裁 他制裁理論上講過去人認為是重的 今天的人認為是輕的 但法律不管是過去還是今天都會認為是重的 所以一定不要把趨立的人生的第一個目標 這是所有人踏入社會的第一個目標 變得一個很負面 我覺得這就不好 不負面 掙錢有什麼可負面的 體現你的能力啊 對 你 但是你比如說 你比如說真說這廣告這個 我現在想起來真的都是腸子都毀青的事 就是說 你呢 生活沒有到貧困線 掙扎在貧困線以下 你要真是那麼窮 那我覺得說不上什麼了 對吧 有錢只要合法咱就掙 對不對 但是呢 當你覺得你這個 也能過上一個一般日子的那個時候 就是我年輕的那個時候嗎 你 那我不知道 你比如說你為什麼拒絕那個廣告啊 其實沒那麼什麼高峰亮節 它很多具體因素 它那是個近視眼廣告 就是激光手術 激光手術 好多人都做了 但是在我年輕的時候 那得是二十 有點風險 二十年 第一個有這個顧慮嘛 那當時給的那個錢挺高的 真的到今天都不低啊 確實又會 關鍵你拿完以後眼鏡廣告不能接 關鍵在於 我覺得我的一個障礙是什麼呢 怕醜啊 就是說 它給我設計的是 它說我們要放在那個火車站的那個廣告牌上 還有那個機場的廣告牌上 然後它設計一個什麼東西啊 就是說你想 你現在可以看看這個車 我終於摘掉眼鏡了 就這樣 就這一幕我接受不了 我接受不了就是我一下飛機 或者說我一下火車 先看見自己了 不是主要是這個 你也知道嗎 那你 不是你可以換一個動作 我發現呢 我對我不認識的人 可以無感 就是說一般人可能 特別重視自己的公眾形象 你知道 我當時最覺得抬不起頭的 是咱們這個朋友圈 那摘點眼鏡有什麼不行呢 不是 就這樣的一個照片 那麼大 放在那個任何一個場合 我一下想到的就是馬爺啊 或者我身邊的很多朋友啊 大學同學啊 你不看見我 人家只有羨慕 只有羨慕 你知道我 我看到我會 我看到會怎麼想知道吧 你說我也摘 怎麼沒找我 怎麼沒找我 對 不知道這是多少錢 那要是錢多的話 摘就摘了 那你要是那個錢是不多的話 那我心裡想 那文陶何苦啊 這點錢沒必要 還是在想這個問題 你看 所以我在想這個體面這個事兒 咱們就是很多時候 就因人而異 因此而異 它的標準不一樣 但你剛才說了 我就有個感受就是 哦 它是一個讓自己 可能舒服不舒服的 這麼一條線 你真是我的心 是不是 就是 是自己便扭啊 就是不是 其實說到根本上就是 人是不是有一個自我想像 一個自我的現象 就覺得我怎麼能那樣呢 因為就是 其實徐老師剛剛說的 也納入這個範疇 他覺得比如說 你有一個價格的衡量 他也是一條線 你呢就是那種 丟不丟人的那 那麼一條線 就一個人 他可能平時的所作所為 他都已經給自己 劃定了一個 大概的一個預值 一個範圍 突破那個 那就是叫他自己覺得 就不體面 對 這就我原來說嘛 人生第一個 剛才我們說第一個目標 是趨立嘛 第二個目標就是趨立 趨立 你就開始到趨立 這個階段 你趨立那個階段過了 誰說的 我說的 我長期有駕無事 你聽 不是不對 你為什麼趨立 趨立不代表說你不在乎立 而是你在乎別人對你的看法 這肯定是進入第二個階段 你如果沒到 就是你的生活狀態 非常惡劣的時候 你永遠不管別人怎麼看你 對不對 我說人生第一個目標趨立 是趨到你對應的力 什麼叫對應的力 比如有人說 我有一份好工作 工資我已經滿意了 這就是對應的力 不一定非得成為首富 對吧 不是我們宣傳的什麼小目標 什麼的不是這個 而是有人認為 我就掙這點錢 但我生活很安定 這也是趨到對應的力的時候 他一定是趨名 什麼叫趨名呢 他首先要在乎親近朋友 最近的人對我是什麼看法 如果你的名聲過大 你要在乎公眾對我的什麼看法 對吧 你再大你要是考慮 國家對我什麼看法 民族對我什麼看法 那肯定都是趨名階段了 對吧 很正常 我們的人性的基本點 叫趨力避害 嗯 其實呢趨力都是要的 對啊 但是你還要想到一個 這會不會給你帶來壞處 所以你 你比方說你覺得你有所你的形象 這個就是 就是你會覺得這個是個害處 但是呢你這最冤的 馬爺 我真的覺得就是說怎麼回事啊 我覺得我對這個社會的很多變化啊 有的人的態度我倒也佩服 說哥們不跟了 那就是保持這個操守 對吧 有的人這個操守甚至能夠到什麼 他認為上媒體都丟人 這個社會有這樣的知識分子 那當然你也沒有什麼合理性 只有什麼 但是人家自己願意把這個當成一個 熔辱的一個個人的持守 很多啊 我們這一行很多 我的同行很多 是吧 比如說咱們現在節目裡很通行的 植入廣告 你看我現在就能接受 我接受了之後我能理解 我覺得合理啊 做節目要錢啊 要錢那麼當然需要有贊助商 這就是這個社會 合理合法合情 有什麼不對呢 但是你知道 我接受這個事 我十年以前 我可能就是直對不能接受 嗯 可是我現在覺得 我不知道是什麼是對的 是錯的 當你接受了的時候 你就覺得當年的不接受 也真的是 是你有所偏頗 你也沒有 當年也並沒有什麼正確性 可是今天接受了我又覺得 哎呀我怎麼不早明白這個道理啊 對 我失去了多少啊 黃瓜菜都涼了 沒什麼事你近視眼還在 還可以 沒有 所以我特別感謝這個海天 人家在我知道後悔的時候 還願意贊助我們 我剛才一上來 我不是說那些評論的人都 我覺得他們特不體面嗎 我現在轉過頭來 忽然我又想到說 哎呀 不是他們很好呀 社會中有砥柱呀 為什麼呀 我都以為這年頭 沒人談體面這事了 怎麼大家還很在意 你不覺得嗎 其實很多時候 大家已經不去談論這件事了 有點像那個有個電影 就那個布達佩斯那個大飯店 就是根據就是斯維格那個小說 我看過那個電影 那個《昨日的世界》改的嘛 他裡面不是有一個 就是這個飯店裡頭的這個 就是這個主人 他一輩子都是 其實就是像個花花公子 但他其實保持著 舊貴族式的那種操守嘛 他他一路 你也覺得他幹的事情 也有爭議這樣那樣 最後是他在一個火車 因為碰到那個一站嘛 然後他在火車上 保護一個小男孩 就覺得那些士兵對他太粗魯了 你不能這樣對待他 就是這一件小事 他為那小男孩講話 然後被打死了 就他在那種 就最困難的時候 保持著他的這種體面 就這種 這種事我覺得我們現在不太說了 但是居然大家在這個時候 還開始呼籲體面 你要以他們說的這個體面的標準 去想一想 哎呀 要真這麼體面 我覺得有很多事情可以改良呀 可以變得更好的 難道不是嗎 講的有意思 就是說這種在網上罵的好 我覺得兩種情況的確 可能都有一種就是 隨便湊熱鬧 另外一種按他這個說法 後面第二種說法呢 真心覺得 我們要找回昨日的時間 他苛求你這個體面的時候呢 其實是對你的尊敬 對你的看重 就包括對那個什麼藝術家 勞矽谷的看重 我想起一件事情 上海有個評論家叫李子雲 他原來上海文學的理論部的主任 一度也做主編 他原來是下眼的秘書 是一個非常有水平很正直的一個評論家 有一年呢我去到他家裡看他 已經是我忘了90年代還是什麼時候 滿晚了 那個時候的社會風氣呢 他已經很看不慣了 他贊助的這些文學潮流啊 就已經是被過世 所以他就有一點 他就跟我這個 他其實已經寫了一篇文章 批評石鐵生 石鐵生 因為他聽到一個消息 石鐵生在寫電視劇 所以他就批評 他就覺得這個文壇發展到今天 石鐵生都寫電視劇 我非常的痛心 這曾經一度是個標準 然後石鐵生就回了一個回答的文章 石鐵生回答了個文章 就是說我也要吃飯啊 我也要有稿費啊 就為什麼我不能寫 你是太看高我了 這兩個人都是我非常尊敬 一個作家一個評論家 但是顯示出就是說 在李子雲看來 你石鐵生 他後來跟我說 你石鐵生不是一般人啊 你寫我與地毯的作者啊 你寫電視劇那個劇本一個五萬 一個本五萬塊 這不是你幹的活啊 這些你 他的這種批評 其實是對石鐵生的一種尊崇 一種尊敬 但石鐵生也很政治啊 你對我太渴求了 因為誰寫 劉橫寫沒問題 陳春寫沒問題 為什麼我石鐵生寫 我就難道 就非得只能寫我與地毯的嗎 對不對 所以在某種意義上 對一個文化人 他不 他不 有障礙 他有顧慮來接受商業的參與 其實就是跟 人們對他的人設 對他的形象 中間的這個矛盾 所以有時候批評 是一種尊敬 你只能這樣來看 說這個活別人可以幹 為什麼你來幹呢 比方 我們設想一下 比方說上海的作家 明天王安逸做一個廣告 我們就會覺得有點奇怪 啊 阿姨你缺錢嗎 缺啊 誰不缺啊 阿姨肯定說 我的小說叫好不叫做啊 他的小說 我說怎麼來的也就是五萬十萬啊 不會像余華那麼多啊 但是怎麼著 我就說實在話 我要是看到王毅做過廣告 我就會覺得便扭 啊 做一個什麼衣服的廣告 天香啊 某一個行業等等 你看這個 這就是一個 對一個人 當我們在考慮的時候 你不管是有意的還無意 有意識無意識 其實是一個人設 因為我原來有這個 舔烈啊 文學隊伍 這個你像石鐵生 他在這個中國作家中 由於他的特殊的情況 所以他在那一代中國作家中呢 是算一個文化符號的 他算有一個文化符號 那麼電視劇呢 不要說電視劇 我們年輕的時候 我做文學編輯的時候 哪個作家寫電視劇本都跌份 甭說寫電視劇了 都跌份 都不願意去寫 覺得那是另一類人的 因為當時作家地位非常高 劇作家的地位非常低 就是說 作家協會會員說 寫過什麼 說在劇本上發表了倆劇本 聽這也算什麼呀 這是這一種態度 那這種就是 就是作家中的鄙視鏈 那麼歷史上一模一樣 那麼唐代的時候 大量人寫詞拍 那李白就寫 李白就放蕩不計 什麼都寫 流行歌曲 對對對 那到了宋代 宋代有很多文人 大概我算一下 我憑直覺啊 大概有20%的大文人 是不動詞拍的 他覺得動詞拍 是個丟人的事 有的人寫有三千首詩 他們只有倆詞拍 他為什麼寫倆詞拍 就告訴你我能寫這玩意 我不是不能寫 但我不寫 我覺得丟人 因為詞拍是為了唱的 每個詞拍都是能 不取就唱的 他就覺得低 這個思路是一模一樣的 從自古到今都是一樣的 這個我就想到 我有時候想 這莎士比亞那句 就這個名言 to be or not to be 現在的人我覺得改一改 to sell or not to sell 賣不賣 我們很多時候 在被這句話拷問 賣不賣 為什麼現在有這個問題呢 就是過去您剛剛說的 那些大詩人 或者甚至到像 石碟生這一輩 他們都還想一件事情 叫劉芳百事 劉芳百事 當然了 我不是為了 是不是 就我所有的作品 不是為了我今天 而是要往後傳的 那是一個延續的生命 但是到了今天 我們都覺得 好像不考慮 劉芳百事的事了 因為都沒有能力 我這輩子就這樣 對了我們就這麼短 那我這有限的生命當中 我要不要把我這些東西 兌換成什麼 所以這個賣與不賣的問題 就越來越近 這兩個都要考慮 人生就是兩個考慮 第一你盡量的把今天活好 盡可能的讓今天快樂 第二還要考慮 明天能不能這樣 作家的這個不同 無非是他要想 我今天這輩子要活得好 我盡量活下去 寫出好東西 得到榮譽得假惡了 但是更重要的 我的東西能夠傳下 在我的生命之後 它是我的生命的言傳 當我們看沈從文 或者石鐵森 他現在人在不在 不重要 他的作品在 所以是有一個很大的期待 演員也一樣 但是我是聽到 不少老細谷私下的後台聊天 就經常感叹 丟人就有錢 有錢就丟人 他們可能就是面臨 你說的選擇 我去演什麼 我去演什麼 或者說演電視劇 甚至說去演了個電視劇 都覺得有點掃眉大眼 他演 就是演員本身來說 他能夠連續的演話劇 尤其是那些好的劇場 演話劇 這就是職業上的一個非常大的光榮 因為他是不是 鏡頭一段一段卡的 他必須在台上一個小時 半個小時連續這樣下來 眼淚是直接這樣下來 所以好萊塢裡面 他演出演員工會裡面 也佩服那些能上劇場連續演的人 難度系數大 錢雖然少 但是你還願意讓他上 但是他也有 他要去演連續劇 那錢就多 當然有 弄得好的人 他兩者兼顧 但是有的人就是有所 那麼我們是不是可以得出這樣一個推論 就是說這個難度系數高的 比較高端 但是不大掙錢 難度系數低的 就比較掙錢 但是沒那麼高貴 他大概的概率 最簡單的概率就是說 你通俗的娛樂性的東西 因為他受眾廣泛 所以他容易賺錢 那你任何的比較嚴肅的高雅的藝術 他在當時他因為受眾少 所以他一時間沒有太多的錢 所以呢 藝術家呢 當然你也可以 我只靠一頭 我只管賺錢 像張亨水 他當年寫小說 他不管我流放百事 我就寫 他一輩子寫了幾十本小說 鲁迅給他媽媽送書 不送鲁迅自己的書 送張亨水的書 但是你說你後來寫文學史 連張亨水自己也知道 他不會去 我說我比鲁迅重要 因為我寫的多 我提效應援 文學史 文學史 那你說我們現在文學史 肯定避不開四大名著 是吧 或者明代的四大奇書 都是通俗的 他當時都是最大的 最大通俗的 他也進入文學史 就是我們 我們有一種東西叫 時代的偏見 就是當代人 他會有一個偏見 但是你拉開 我認為至少要過個三五代人 你再翻過去看那個時代的時候 你就能夠 相對比較準確的感受 那個時代的利弊吧 或者說優劣 那我們今天 無非就是在優與烈之間 遊走 在利弊之間權衡 兩害相權取其輕 兩利相權取其重 就是這麼一個道理 其實生活中不光是文化人的體面 什麼人都有啊 對呀 公眾依然也有生活中的體面 你不是體面中呢 過去啊 你比如我老覺得上海人特在乎 就是為什麼上海人在乎 你不是說 你們上海人 管這個錢包不叫錢包 叫皮夾子 為什麼叫皮夾子 因為在寧國時期的 有錢人拿的是皮製的錢包 沒錢人拿的是個布錢包 所以他要把那個皮製 這個這個 凸出來 凸出來叫皮夾子 然後呢 你那個錢叫錢啊 他那個錢叫鈔票 你們上海人還有 同電視和同碗 我鈔票 聽著就高級嘛 他比錢就高級嘛 我就碰過這樣的人 老派一點呢 比方義軍的媽媽 那是已經 你這個老公啊 有董弟吧 那是 比如我碰到一個人啊 這人特別有意思 你比如說 他說 那時候啊 我們年輕的時候啊 他穿一條新褲子 那我們說 這褲子不是挺好的 買條新褲子不是就完了嗎 他一定這麼表達 說我這個褲子啊 很高級啊 他說用一個高級的詞 我們買一條褲子 從來沒想到 這褲子什麼叫高級 然後他就跟你強調 我這個褲子裡的 含毛量是多少 一毛病 我們上海人體面 就不會穿著睡衣 大家走了 對 上海人很在意這些東西 就是你們的 還有那個 穿那個襯衫 原來窮的時候 就那個 襯衫領子 就是個領子嘛 假領頭 假領子 我還有呢 你也有啊 上海人哪裏哪裏有 上海人本來可能要點面子 後來連李子都沒有 對 對 我曾經在南京路上走 有一次看完電影 38度 整個南京西路 睡的全部都是老百姓 對 一家人 穿了個冬 夏天啊 穿了個短褲啊 衣服啊 我這個景象真是不偉 就這個偉大的城市 市民氣息 這就是市民氣息 不不 這個在 這個在80年代不是上海 所有的南方城市都是這樣 就是一家人到了晚上 就是一眼罵不到頭去 都是佔地方 是不是啊 一個良席 一個大蒲扇 全家人 然後一家老小 怎麼要面子 鲁迅早講過了嘛 就是晚上睡覺的時候 把買來的高級褲子啊 折好放在枕頭下面壓一壓 到第二天早上還有一條縫 整個成熨斗了 哎呀 真是可憐 所以他就是 你體面這個問題是 是是是 是從下到上都有 就是最窮的人也是 我我剛才就說 那人啊 他說話這個 他吃完飯他跟你說話也不一樣 因為那時候我們吃飯都是 到食堂去打飯啊 打飯有錢的人買個荤菜 沒錢的人買個素菜 是吧 荤菜兩毛錢素菜一毛錢 然後你問他中午吃的是什麼 他一定不說他吃一荤菜 他說他告訴你 他一定這麼說我中午 吃的是肉 哈哈哈哈 就是他老往高裡的 後來我就發現他這個人呢 他就是要 他不是虛弱 他就是要講 他覺得這麼特體面 我們說吃一荤菜 因為我們過去荤菜 跟今天的概念是不一樣的 比如肉炒豆角 這算荤菜 是啊 有肉就算荤的 對 現在人認為荤的 那就是大魚大肉 一燒肘子得全是荤的 哦 所以他在荤菜中呢 他不是說我吃一荤菜 他只是說我吃一肉 其實肉在他這個菜裡的比重 並沒那麼大 他要突出去講 誰都有誰的體面 有一種可以形容成虛弱 就是他有一點點虛弱 他是不是如果說的大一點啊 有點像我們說的理 就是理的本質不是禮貌啊 就什麼你處於什麼位置的人 該對應的做什麼事兒 穿戴 說話 行為舉止 你符合你的身份 就是理的體面 這個本來呢 是社會上就排得很準的 考驗就是你一個文化人 可是現在突然有那個誘惑 對 比如說研究生學歷的 去賣網紅雞爪 這大家都看過嗎 太正常了 香港的很多這個寫專欄的這個文人 我認識好幾個家裡開牛肉店 牛肉麵的 他們就講香港 要不是說最近這個疫情啊 影響好多演員啊 也都失業了 那有的演員就去送外賣了 有的演員就去扛大包了 就是按著按著說也是 看到一個誰就做保安了 港姐的第幾名的一個 就去做保安了 就被人拍了變成新聞了 你覺得這個是不是在香港市民當中 好像接受起來 就覺得挺自然 就好像 不 他之所以成為新聞 也是因為他突破了他對應的事 也有點不自然 但是你前面講的對 就香港一般的文化人 沒有那麼傳統中國這個文人的那種優越感 因為他是一個 他是一個碼頭嘛 各方面來的人 你原來地方地位很高 跑到這裡你要謀生 你還是要開燒拉店對不對 所以一般文化人在香港 我們以前都說過 香港的文化人是半俗 就是他會講的比較俗 內地的文化人是半雅 比方說 你同樣一記者採訪 你請內地的一個作家來說 你最近在思考什麼問題 他通常就會 這個阿富汗阿富汗最近的局勢啊 或者是中國的現在這個 什麼明星的什麼走向啊 揍起眉頭人文精神啊對不對 香港的作家你要是來採訪他 鼎揚文情啊對不對 我在哪裡 他要顯得比較俗對不對 顯得你 你周星馳你去問他採訪 他才不會跟你講我藝術長久啊 將來什麼生命 他不會這樣 那這是一個分別 但即便是這樣 現在你一個選美小姐出來以後去做保安 還是被人家報到 就是打破了社會結構的衝擊太大 那馬爺你覺得這叫不叫不體面 那對於他個人來講 我覺得他肯定是要突破傳統體面這個觀念的 但是我覺得從社會整體上講 就是一個簡單的道理叫逝者生存 你所謂體面不體面啊 其實我們今天社會是 因為相對比較穩定你來討論這個問題 在中國歷史上明清之間 清朝到民國之間 民國和新中國建立之間 這時候有很多人 他社會地位都發生巨大的變化 他要重新去謀生的時候 這個事都放下了 你不放下不行的 社會不給你不給你其他機會 那你的體面已經變得非常不重要 因為我在體面 我認為體面在生存面前 沒那麼重要 就是你為了活下去 你可能什麼事都要去做 只要你不違法 我們前提說不違法 不殺人越獲 但是 對於一個平穩的社會 我們社會現在相對來說都比較平穩 沒有大的動盪 那你改變你自己的 就是過去固有的這種形象 尤其是文人形象 或者是被人 文人塑造出來的形象 比如什麼小姐 這什麼小姐 選美小姐 選美小姐 說清楚 文人塑造出來的一種文化形象 叫選美小姐 是吧 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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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莉當保安了 是吧 當保安了 嘉莉當保安了 還有現在 還有一個問題 是我們根本不清楚的 也許這個嘉莉當保安 是人家飯店的一個穴頭 人家拿它做廣告 你都不知道 那叫飯店的體面 對 飯店就體面了嗎 那體面了嗎 小姐也獲得了高收入 就是她為什麼去 她一定是收入比長人高的 這個可以判斷 她就是基本上 就是說體面不體面 這事兒說到最後 是個社會共識 我們社會怎麼認為 它是不是體面 我們現在就是 就是前所未有的 說到那麼多不同觀念 不同潮流在衝擊 你比如說 那個安地窩火 為什麼那可可可樂話 那麼多就是作品呢 她就說 你不管是很有錢的人 還是最沒錢的人 你們喝到的可可可樂 是一樣的 你不可能買到一個 更貴的可樂 或更便宜的可樂 它就是一樣 顛覆文化 顛覆這些東西 價值觀 那我們現在就是這樣 就是你說 你一個什麼 你文化符號 社會形象 什麼的這些 遭到了顛覆 就說 那你最後的 你的生存能力 是什麼樣子 而且剛才 我說就是我們 成為流芳百世的機會 幾率是不是 越來越小了 我們越來越看到 這個潮流時代 不停地洗刷 那我們能成為 什麼經典 這概率越來越小 那是不是我們 就應該在這一世 接受很多不同的 有個經典 有個經典 就是寫中國傳統的 是這個階層 在社會變化當中的 地位的降落 和他的臉面不肯放棄 那就是孔一極 鲁迅就活化出這麼一個 那就是考試 本來應該是考科舉的人 到了腿都打絕了 九錢都欠著 對不對 還有說回字的多少種寫法 回字四種寫法 這個當代很多這樣的人 孔一極 但是我覺得現在 你要用歷史 這同情的眼光看起來 孔一極也有值得同情 當然當然 對吧 那也是 不是 當然同情 當然同情 那個小孩的角度 其實也是讓我們同情 你的他已經窮到 連喝杯酒都喝杯 其他還回字四種寫法 還有教旁邊 他文化的 那我覺得這種人很好 這種人活著 他有一個強大的精神支柱 所以他就安貧樂道 就是我這麼窮我認了 但我經常比你 起碼我認為我比你 這是言回啊 對呀 對吧 一淡食一瓢飲 回也不改其樂呀 這是作為回字幾種寫法 孔一極 孔一極 跟言回也能搭上關係 但是你說 他有一個問題 比如說 研究生去賣雞爪 咱也聽說 甚至大學教授可以去賣茶葉蛋 他要賣成了 大家又覺得 我要說的正是這個意思 就是說 如果他火了 他變成了一個雞爪大王 他變成了一個雞爪脫了絲的 一個總經理 他變成了首富 有啊 那大家背負他 這個教授體面了嗎 這個教授體面了嗎 體面了 這個教授體面了嗎 轉型體面了 或者就說獲得了新的尊重 我們現在這個認為 只要你成功了 就所謂你有錢了 那就是體面了 你比如北大的畢業生賣豬肉 那個事兒鬧得就前幾年鬧得多熱鬧 那叫陸布宣吧 叫什麼我記得名字 是吧 後來我看過他一段採訪 就有人說他賺了多少個億 他就說豬肉有那麼暴力嗎 豬肉沒那麼暴力啊 豬肉是一個 大家都看得見的 利潤是很低的 他是通過他的 其實高等教育對他來說還是有好處 他思維方法跟人不一樣 同樣一個豬 就咱倆一人拿半片 我賣的就比你多 因為我知道 從計算上 怎麼能把它計算得更為合理 其實就多了那一點 導致他就比別人 就發了財 那時候又重新對他有認知 一開始對他認知非常負面 當他成功以後 對他的認知就正面了 你像羅永浩最典型的例子 因為他開始做手機 最初也是知識分子 然後做手機 他欠了債以後 不是就去直播帶貨 剛開始做第一場的時候 大家大量人去看是一種人 社覺得有點同情他 覺得你怎麼也去直播帶貨了 結果人家做得特別好 那又有了一個新的形象 大家覺得做得好啊 非常成功啊 為什麼丟人呢 但是我看至少人羅永浩 人家對外說的 也算是回也不改旗幟啊 人家說的是 我這是為了還債 對呀 我還完了債 我還是要搞我原來的 他不是他喜歡弄電子產品 還是弄手機 我不知道啊 那意思就是說 我還 我這是還債 我不得不由此 但是我還完了債 我原來的志向 該幹什麼 我還回到我原來的 我 我本來是個山上道士 武功絕強 現在我欠了債 我在這兒撂地攤 耍個把事 賺你們點錢 然後還完債以後 還回山上去 他還給你 哪有